知道嗎? 不知道 好,來,我直接寫 單利是什麼意思? 單利就是本金不會變啊 富利就是本金會怎麼樣? 會長大,這樣就好了 我跟你講,不要講得太複雜 人家如果問你單利跟富利有什麼差別 你只要這樣回答他 基本上身為一個高中生 人家會覺得OK,這樣可以 單利就是本金怎麼樣? 本金是固定的,本金不變 來,寫上去吧 本金 是固定的 那富利是什麼概念呢? 富利是他的本金會怎麼樣? 他的本金會長大 這樣講就好了,好不好? 那為什麼富利的本金會長大? 那是因為他把後來的利息 丟到原來的本金裡面 去成為新的本金 所以他的本金其實會一直不斷的膨脹 OK,那到底什麼是本金呢? 講到什麼是本金 我覺得這個名詞同學都聽過嘛 對不對?本金是什麼東西? 本金很簡單啊 本金就是計算利息的那個基準 你聽懂嗎? 有人說就是你一開始存到銀行裡面的那一筆錢 這樣也可以啊,對不對? 就是看你怎麼說 說的文言一點就是計算利息的那個基準 我們稱為叫做本金 好不好? 如果說的白話一點就是你存到銀行的一筆錢 比如說你一開始你有100萬 你們有100萬 你們應該只有100塊 存到銀行對不對? 存進去那筆錢叫做本金 好不好? 所以本金我們來寫一下 本金是什麼樣的概念啊? 本金的概念很簡單就是計算利息的基準 來,稍微寫一下 當然這樣講,可能有些同學還是覺得有點抽象 不如我來舉個例子好不好? 舉一個例子可能同學會覺得 我好像比較懂,老師在講什麼 我想想看喔 有沒有數據比較簡單的 然後又可以讓你感受到單利跟負利差別的例子 我想看好了 假設你現在身上有100萬 這個實在是有點太誇張了 100塊好不好? 好,100塊 你現在有100塊 你把它存在銀行裡面 這樣可以嗎? 你有100 這樣好不好? 然後這100元呢 假設 我們再做個假設 銀行的利率 銀行的利率 假設每個月的利率是幾%? 10% 好不好? 我們假設 我們做個假設 銀行的什麼? 月利率 其實事實上不可能那麼高啦 但是沒關係嘛 反正假設一下有沒有關係 這事實上現在的利率是很低的 同學都知道 我們現在假設每個月這個利率是10% 這樣可以嗎? 作為假設你應該不反對吧? 好,那我問同學 請問你喔 如果今天是採單利的計算方式 請問你經過一個月之後 你的本金還是在嗎? 你的100塊還是在? 那請問你你會產生多少利息? 10塊錢啊 因為你的利率不是10%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本金100塊還在 但是你會產生多少元的利息? 就乘你10%嘛 所以你的利息是多少錢? 利息是10塊錢對不對? 好,這是經過一個月的情況喔 然後我再問你 再經過一個月 你的利息是多少錢? 我告訴你 如果是單利的話 你的利息還是10塊錢 因為你用來計算利息的那個基準 那個本金是不便的 你永遠都是用那個100塊 來當做你計算利息的那個標準 聽懂嗎? 所以單利就是 不管經過幾個月 你的利息永遠都是一樣多 OK,知道我的意思吧? 我簡單這樣講 所以你第一個月 你的利息是10塊錢 再經過一個月 你的利息還是10塊錢啊 對不對? 所以你每經過一個月 你的帳戶裡面就會多10塊 就是類似這種感覺 這個就是單利 這樣講有沒有清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真正考試比較容易考的 其實是負利的概念 那這個負利的概念是怎麼樣呢? 我們一起來看吧 假設同樣是存100塊錢 對不對? 好 那現在我來問同學 存100塊錢的話 請問你 經過一個月之後 利息多少錢? 10塊 對不對?10塊 所以你說老師那單利跟負利 好像沒什麼差別啊 經過第一個月之後 我的利息還是10塊錢啊 沒有錯 如果只經過一個月的話 其實單利跟負利是沒有差的 可是同學 如果再經過一個月喔 到了第二個月的時候 這個時候 單利它的計算的標準 永遠都是用這100塊去算利息 可是負利它是怎麼樣? 它是把你之前的那個利息 丟到你原來的本金裡面 成為什麼東西? 成為你的新的本金啊 所以你接下來在算利息的時候 你是用幾塊錢來算? 你是用110元來算 聽懂嗎? 這個就是代表說你的本金會長大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講錢滾錢利滾利 就是這個意思 聽懂嗎? 就是你的利息會丟到 會滾入你原來的那個本金 讓你的本金越來越大 對不對? 你的本金越來越大 你看喔 你現在的本金是110元 那麼請問你在經過一個月之後 這個時候你的利息會變多少錢呢? 你說 110元乘10% 這個時候你的利息變多少錢? 欸 利息變11塊錢欸 所以同學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單利比較好還是負利比較好? 當然是負利比較好啊 因為你負利你的本金會長大嘛 你本金長大 你的利息是不是跟著會變多 對不對? 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就是簡單的單利跟負利的差別 我簡單這樣解釋你了解嗎? 這個我已經盡量講得不衡數學了 好 先看一下這樣講有沒有問題 人家如果問你什麼是單利跟負利 你要能夠說得出來喔 好不好? 好 然後接下來我要講幾個 同學有關這種概念的幾個重要的迷思 我想想看喔 這個同學常常鬧笑話的是哪幾個例子? 比如說第一個例子 你找空白位子寫齁 比如說第一個例子 我想想看齁 來做個假設好了 假設你剛出社會 你的年收入是一百 一百塊 一百萬好不好? 你覺得有可能嗎? 其實有可能啊 如果你當老師的話 第一年有一百萬 好像沒有 大概要到第三年或第五年才有一百萬 當老師的話再金門 應該可以吧 好 假設你剛出社會 年薪一百萬 結果這樣講喔 你今年表現得不錯 老闆幫你加薪 加薪多少? 加薪百分之十 一加百分之十 這樣好不好? 然後呢 接下來的下一個年度 你的業績變得不好 然後老闆說 嗯 我要扣你的薪水 我要扣你多少薪水呢? 我要扣你百分之十的薪水 這樣好不好? 好 那我現在請問你喔 這個 他幫你加百分之十的薪水 然後呢 後來你表現不好 他說 我要扣你百分之十的薪水 那麼請問你喔 欸 這個時候你的薪水是多少錢呢? 欸 我問你喔 這時候薪水是多少錢? 來 你要不要回答我 以前我曾經遇過一個學生喔 他跟我說 老師這個問題很簡單啊 我說喔 很簡單喔 多少錢? 他說就一百萬啊 他叫我百分之十 他在減我百分之十 啊 不就互相抵銷 所以我的薪水還是一百萬 同學真的是這樣嗎? 同學我問你 一加百分之十 這個是誰? 這是一點多少? 這一點一喔 同學 一減百分之十是多少? 這是0.9喔 欸 對吧 欸 知道我的意思嗎?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所以同學我問你 這個乘起來是多少? 這個乘起來是0.99 那0.99乘上一百萬 請問你 這時候你的薪水應該剩多少錢? 剩九十九萬而已啊 欸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同學你要注意喔 加薪百分之十 然後再減你薪水百分之十 其實你的薪水是往下掉的 齁 你千萬不要有那種直覺 以為說 呃 交我百分之十的薪水 嗯 然後再減我百分之十的薪水 嗯 然後我的薪水應該還是一百萬吧 不是這麼一回事 你的薪水其實是變少的 這樣聽到嗎? 而且你知道乘法有那個叫什麼率 交換率嗎? 不管是先加薪還是再減薪 還是先減薪再加薪 其實事實上你的薪水都會變少 這樣好不好? 來 這是第一個常見的迷思喔 來你先看一下齁 這裡請有些同學 這個東西其實沒有搞得很清楚齁 好 然後再來 還有第二個迷思齁 第二個迷思是什麼呢? 來 Example 2 第二個常見的迷思我想想看 嗯 我來舉一個例子好了 假設安迪就是我 再一下本能我 呃 假設我開了一間公司 然後這一間公司呢 在2018年的時候 嗯 他的業績 他的那個成長率喔 是百分之 欸我想想看 百分之十 好不好 這一家公司 他成長百分之十 欸 這是一家賺錢的公司 聽懂我的意思嗎? 假設我現在開一家公司 在2018年發現 欸這家公司成長百分之十 然後到了2019年的時候 來 到了2019年的時候 這一家公司 哇 賺更多 他成長了多少? 成長了百分之二十 這樣好不好? 然後再來 欸 我想想看喔 再一年好了 到了2020年的時候 哇 我這次太會經營了 這個 這個就是經營資神 來 這個到2020年的時候 這一家公司 欸 他的營業成長的多少? 百分之三十 聽懂我的意思嗎? 來 你先把它寫上去喔 然後我要問一個很經典 但是很多學生都搞不清楚的問題 來 來我等你喔 這個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 同學應該知道 他指的是什麼東西? 指的是成長率喔 指的是成長率 啊 有時候你經常看一些 有時候你做一些指對數啊 還是什麼的應用體對不對? 他講說什麼細菌啊 什麼存款啊 什麼公司的成長啊 其實都在講同樣的東西 他這個東西指的都是什麼? 都是成長率 來 寫上去喔 成長率 我要花一點時間把這些概念喔 跟你說清楚喔 好 這個是成長率的概念喔 那我就問一個 其實很重要 但是很多學生都會答錯的問題 你猜我要問什麼問題? 欸 第一年成長百分之十 第二年成長百分之二十 第三年成長百分之三十 我就問一個問題 請問這三年的平均成長率是多少? 欸 平均成長率 欸 我要問的問題是這一個 來 我要問的問題是平均成長率 欸 平均成長率是多少呀? 如果這一個要你填空的話 你覺得你要填什麼東西呢? 也我要問人喔 因為這個其實高一都教過喔 平均成長率喔 這三年平均每一年成長多少呢? 第一年成長百分之十 第二年成長百分之二十 第三年成長百分之三十 那麼請問這三年 每一年平均成長多少呢? 我跟你講喔 我認識了很多學生 他會覺得這一題的答案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說老師 阿不就是把這三個加起來除以上嗎? 同學是這樣子嗎? 不是這樣子的 答案到底是多少? 欸 要怎麼算? 來 我來問一下長百分之二 你們到底高一還記不記得啊? 這個以前高一都教過啊 我現在速度有放慢喔 因為這個我覺得挺重要的 欸 這個我可以問誰? 我來問子妮好不好 子妮你知道這個東西要怎麼算嗎? 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沒關係我來講 同學我跟你說 假設這一家公司現在它的規模是A 好不好 就像那個什麼 前行政院長那個說什麼 每年加薪百分之什麼多少 我跟你講 這是類似的概念 我跟你講 2018年成長百分之十 所以你就是要把這個A 乘上什麼東西 這個就好像加薪的感覺啊 對不對 乘上一加什麼東西 一加百分之十啊 對吧 對吧 假設我原本的營業額是A 這家公司 我現在我的資本額 我的營業額是A 就是我今年有這麼多錢 對不對 然後經過這一年之後 然後成長百分之十啊 對吧 就是乘上1.1的意思嗎 這個錢是不是變多了 然後再經過一年 它會變成什麼東西 再乘上1加什麼 百分之二十啊 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就跟那個加薪的概念是一樣的 這是負利的概念喔 對吧 你看它又成長了 然後再來 再經過一年 再乘上什麼 1加什麼 百分之三十 好 OK 對吧 經過三年之後 它是不是應該是這樣寫 好 那現在我們講平均成長率喔 平均成長率是這樣喔 A碼 成上什麼東西呢 1加上R的幾次方 1加上R的三次方 知道我在寫什麼 我假設每一年的成長率 就是平均成長率叫做R 對吧 啊那個R是誰我不知道 所以它就是A乘上1加R的三次方 我今天想知道R是誰 這樣可以嗎 這個才是平均成長率的關鍵 那個平均成長率 其實不是把這三個數字加起來除以三 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你要注意喔 這我們高一都講過 所以同學你看喔 這個A跟這個A可以怎麼樣 可以消掉對不對 所以這個式子 我看看要怎麼寫喔 這個式子的話 這是1.1嘛 這是1.2 所以這是1.3對不對 啊這裡有三次方 所以我們兩邊同時開三次方 你應該知道我在寫什麼吧 所以你從這邊可以得到 1加R就會等於什麼東西呢 就會等於1.1 再乘上什麼 再乘上1.2 再乘上1.3 對不對 然後這個應該要開幾次方 開三次方 所以這裡開三次方 我就這樣寫囉 欸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我可以開三次方 所以這裡要寫一個3 欸 這樣OK嗎 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欸 知道我在寫什麼 這1.1嘛 1.2 1.3 對不對 然後兩邊同時開三次方 所以你今天要算這個R 你再把這個E怎麼樣 把它搬過去就好 所以同學你知道你的平均成長率是多少嗎 你的平均成長率 達應該要這樣寫啊 就是根號 然後根號裡面是什麼東西 然後這裡是1.1 再乘什麼 再乘1.2 再乘什麼 再乘1.3 對不對 啊這個是開幾次方 這是開三次方 對吧 三次更號下 1.1 1.2 1.3 然後再怎麼樣 再減1 哇哦 我跟你說是這樣子喔 這個才是你的平均成長率喔 好不好 來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是幾何平均數的概念喔 這個我們到了統計那個單元 還會重新再講一次 你知道平均數有很多種嗎 一個叫算數平均數 一個叫幾何平均數嘛 算幾不等次對不對 我跟你講這個是幾何平均數的概念喔 相乘開根號碼 這個是相乘開幾次方 三次方 OK 來看一下可不可以 這是第二個常見的名詞喔 我這邊講的挺慢喔 希望我講過一次就好 這個到學測請就不再講 這個複利的概念一定要很清楚 好 然後還有一個 第三個常見的名詞是什麼呢 來 Estatement 3 來第三個 我們一樣用數據的方式 來讓同學感受 我想想看 這個 好一樣是100萬 假設你有100萬 其實你們身上應該只有100塊 不然 不然100塊好不好 100塊 好你就100塊 身上就100塊 然後我現在假設一個簡單的數據 假設現在銀行 來他兩個月 兩個月 兩個月的利率 是多少 是20% 這樣可以嗎 我現在作為假設 銀行他現在兩個月的利率是20% 你會不會覺得我這種假設很不合理 我跟你講喔 這個之前啊 不是大家都在炒那個什麼18%嗎 你們的父子輩啊 爸爸或者是長輩那一代 有些人可以領到那個18% 那個18%有他的歷史背景 因為在早期台灣啊 就是軍公教的薪水很低嘛 他說台灣的利率非常高 所以政府為了照顧那些弱勢的軍公教 所以就是制定了這個18%的制度 不過事實上現在利率不可能這麼高 現在利率有多低你知道 大概就1點多啊 就了不起 這個現在利率是非常低的 好那現在同學你看喔 如果兩個月的利率是20% 現在好來安迪好了就是我 我現在把這個錢存在銀行裡面 就存兩個月 請問你經過兩個月之後 他可以從銀行裡面領多少錢出來嗎 應該是100對不對 100塊錢 然後再乘上什麼 1加20% 對啊我就放兩個月嘛 對吧 所以這個時候我可以領多少錢出來 120元 這樣可以介紹嗎 這個例子夠簡單吧 我就請就存在銀行 兩個月的利率是20% 那現在同樣的喔 如果今天是這樣子呢 100塊錢 好 可是我今天不是兩個月付利一次喔 我不是兩個月算一次利息 我是每個月都算一次利息 那我現在先問同學喔 兩個月利率是20% 請問你一個月的利率應該是幾% 他是10%啊 只有他的一半嘛 來寫一下好不好 這你們應該知道吧 一個月的利率應該是幾% 應該就是他的一半啊 就是10%嘛 對不對 怎麼可能兩個月利率20% 一個月利率還是20% 這太不合理了 這不可能啊 對不對 當然是只有他的一半啊 這樣才對嘛 對不對 這是還合理的 好那現在我們試著來思考一下這個問題喔 如果我現在銀行存100塊錢啊 那我請問你 每個月都算一次利息的話 這個是付利的概念喔 來這個100塊 經過一個月之後應該乘上1加10% 其實就是乘上誰 就是乘上1.1嘛 然後再經過一個月是不是再乘上1.1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啊 這就付利的概念嗎 啊我的本利盒 請問你經過兩個月之後 會變成多少錢 1.1乘1.1是1點 多少 1.21乘100 所以這多少 121塊錢喔 欸 這個時候你就好像發現一件事情 在高一的時候 我有用Excel 用電腦模擬給同學看 同學你有沒有注意到 從這裡你就得到一個簡單的結論 那個結論是什麼 你要不要告訴我 那個結論就是 你付利的次數越多 你的本利盒就會越怎麼樣 就會越高啊 對不對 你聽懂嗎 譬如說 如果你一年算一次利息 對吧 一年算一次利息 跟你每個月都付利一次 或者跟你每天都付利一次 你覺得 是不是切得越細 你的本利盒會越高 對吧 你應該可以接受這件事情 所以像 比如說 以前曾祐的同學問我一件事情 他說老師 那股可以這樣 如果 兩個月算一次利息 本利盒是120塊 對不對 一個月算一次利息 是121塊 那每天算利息呢 如果今天我把時間切割到 每天都算一次利息的話 那本利盒是不是更高 對 會更高 那如果我考慮 我每一分鐘都算利息 每一秒鐘都付利一次 那是不是最後代表 我的本利盒會跑到無限大 我可以很明白的告訴你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數學上可以證明 不管你切得多細 它的本利盒永遠有一個天花板 你把它寫上去 這個 有些人不知道喔 有些人會誤以為說 切得越細 本利盒會越高 這個結論是對的 但是有人會以為會高到無限大 我想說喔 切得很細很細的時候 那個金額一定很下人 我跟你講 有時候會很下人 但是基本上 它會有一個天花板 它不會跑到無限大 你把結論寫上去 文主沒有辦法證明 這是離主的微積分 才可以證的 聽懂我意思嗎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這個結論 你把這個結論寫上去 不管你分得多細 你分幾期都不管 你分再多期都無所謂 就算你每一秒都付利一次 我告訴你 它的本利盒還是會有天花板 就是它會有一個上限 它不會跑到無限大去 這是數學上可以證明的結果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文主的同學大概這樣理解就可以了 把它寫上去 這個利息增加的金額會有一個上限 那個上限你就寫聽花板 我覺得這樣講其實還不錯 聽花板的板是哪一個板 是這一個板 這個就是這樣子 好吧 我們花了大概半節課的時間 把這種跟利率有關的問題 幫你做一個整理 這樣好不好 OKOK 好啦 那這個問題就結束囉 休息30秒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來看起一個比較簡單的東西 來 覆利大概講完 大概就這樣 你如果想看更仔細的解說 如果你覺得我這樣講還是不清楚 你可以看我高一的影片 那講得更清楚 這樣可以嗎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那個重點次喔 同學那個重點次 來請看到我這邊 重點次出現了一個符號 這個符號 我不知道同學是對他很陌生還是感到很熟悉喔 同學這個符號來你告訴我這個符號怎麼樣 哇 講話 讀學這個符號念做什麼 Sigma 我問你Sigma是幹嘛用的 Sigma是一種產生加號的機器 聽懂嗎 如果有人問你什麼是Sigma 你乾脆寫上去好了 我跟你講Sigma是什麼意思 它是一個希臘的大寫字母 這是希臘字母的一個大寫 它是大寫這樣 它在數學上的含義就是加起來的意思 它是一個產生加號的機器 它具有什麼功能 它具有收納的功能 它可以把很複雜的東西 用一個很簡單的式子去把它表現出來 這個就是Sigma的功能喔 你說老師你這樣講我還是有點不太懂 我用它下面的例子來做個說明好了 它下面是不是有個例子寫什麼 寫2加4 我看一下它的數據 加8 再加16 再加0... 加到哪裡 加到512 好 我用這個來做個說明好了 來 說到同學看我這邊 同學問你喔 這叫級數對不對 而且這是個什麼級數 這是個等比級數啊 公比是多少 公比是2對不對 可是你想想看 2加4加8加16加0... 加到512 這樣寫好辛苦喔 對不對 這樣寫為什麼 我們能不能用一種比較簡單的方式把它表現出來 那如果用比較簡單的方式表現出來 我們就這樣看喔 2就是2嘛 同學4就是2的什麼 平方 8就是2的幾次方 3次方 4就是2的幾次方 16是2的幾次方 4次方 加0... 加到512是2的幾次方 9次方 對不對 好 我覺得早上上課 因為我現在每天晚上知道 我看電影都看太晚了 這個早上都沒有什麼計數 來 早上你看那邊喔 這個就是把東西加起來的意思 把什麼東西加起來 把2的k次方把它加起來 對吧 因為這裡的每一項 這2的一次方 加2的平方 加2的三次方 加到2的九次方 所以Sigma就是一個收納的功能 它會把這些東西把它收起來 你懂嗎 變成這樣 Sigma2k 但是你要告訴人家 k從哪裡開始啊 所以我問你 k從哪裡開始 k從1開始嘛 事實上不一定要從1開始 沒有人不一定要從1喔 其實要從誰開始都沒有關係 所以你應該知道Sigma的寫法 其實有無限多種可能性對不對 並不會說只有一種寫法 那k等於1帶進去得到第一項 叫2的一次方 k等於2帶進去得到第二項 2的平方 那k等於多少帶進去會得到最後一項呢 當然是9喔 對不對 所以同學你看 這個東西 2的一次方加到2的九次方 從今以後你就可以這樣寫 Sigma 同學再講一次 Sigma到底是什麼 人家問你Sigma是什麼 你就跟他說 Sigma就是把東西加起來的意思 它是一個產生加號的機器 它具有收納的功能 把這些東西把它收起來 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這樣有聽到嗎 結束了 Sigma就這樣 好不好 ok 我們簡單帶過去就好 很好 感谢观看